佛光照大地发喜满人间 观众朋友您好 我是张玉成 欢迎收看人间新闻 2022全球佛学会考 全球佛光人云端同步应试 我们带您来看的是 位在亚洲地区 包括日本 澳门 马来西亚的成员 他们也体验了科技红法 来验收自己的学佛成果 要餐的时候 我会细脚慢验 杰柱小菩萨使用平板电脑作答 2022全球佛学会考 东京佛光人奋发学习积极参加 虽然比去年难一点 但是大家这种困有奋战的精神 学习菩萨的精神 真是令人感动 历经几个月来的学习分享 加上这次考试时间冲突 考生可以充容答题 增加信心 同时更加体验到 佛学会考 不同于一般的心学考试 它是一个自我考量 自我发现的机会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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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的 如凯法师一提一提讲解 同样在日本福岗协会 也不遑多让 大小菩萨回到道场应试 应收自己的学佛成果 在这个复习提库的过程当中呢 也是对佛法的一个训习 那在答题的时候呢 是对这期间的 语习佛法的过程当中的一个验证 考试是为了印证我们对佛法的理解的 一种分数的体现 当然我们更应该注重的是 平时把佛法运用到生活中 这样才能要让学以致用 才更具有我们对佛法理解的一些意义 不只是应对考试拿到好成绩 各把佛法水以致用 运用到生活当中解决烦恼 佛刚佛光人在考前积极复习 今年带有进步 要好好落实想搞四季 发掘自己心中的菩萨 三两一组集体创作 尽头来到澳门禅境中心 考试们努力熟悉系统积极答题 就体现到佛光山推行人间佛教 是与时宝尽的 在现在这个科技的社会 发达的社会 是用一些新的科技 去令到我们可以 深入经济去学习佛法 今年首次参与线上考试 奥默佛光人跟进佛光山科技红法 从开始抗拒到最后顺利应试 一路走来身心恶重 相互扶持再要打气 也发愿定下目标 要更加学习精进迎战明年 加油 向佛陀祈愿加倍 光山新马寺住持如宾法师 带领大众攻读祈愿文 一年一度佛学会考 看看自己的学佛进度有多少 封让几笔证书开始作答 无论成绩结果都是大大收获 考智慧 考耐心以及专注力 539名考生在新马寺与全球连线 透过文字波瑞深入佛法争议 发让人间佛教散播法系 人间卫视综合报导 最后一切都会得到 正先自由 获得 空闹